第五十四個港澳佛制賽 在旺角球場進行比賽 紅衣的是香港代表隊 穿了六三黑褲的就是澳門隊 姚鶴文的一腳射門 被對方救了 接著香港隊 也有另一次攻勢 混戰之中 這腳被澳門搜門 陳達新一抱入圍 潘文迪左腳勾 這個球得很漂亮 也很近澳門 在白香港隊打開紀錄 但始終是窮不過 陳達新 余鶴文接應到的球 先拿著 看是怎樣 又給陳達新 陳達新記得是澳門大腳 不是小澳腳 而是大澳腳 曾經代表澳門很多次上陣 澳門隊的進攻 香港隊的守門 麥國輝閉 這個球很差 這樣按著又怎樣 出界了沒有 不是小澳門 不是小澳門 進攻 我提示 走 我去走 我去走 那次其中一步 我去走 我去走 蔣世豪拖過來, 中間也有略門而過 兩個都沒辦法接應 這個球如果有人碰一碰 都應該可以入球 香港隊架球扔進來, 陳漢輝 一腳過去又是漏了 這樣就糟糕了, 楊熙智這個球 掃把腳踩得很棒 如果右腳, 用腳面蓋下去 這個球應該香港隊打開紀錄 香港隊這場球有很多埋門的機會 但截至這一刻, 還是0比0 香港隊也是B隊 大部分都是23隊以下 經驗比較淺 好, 澳門有機會來了 這個球一射, 15號, 李耀榮 射得出界, 這個球很危險 如果中龍門的話 我懷疑龍門的郭輝未必能夠過得到 鮑家耀, 星島到頭園 過了兩個, 挺像樣的 再來一個撞場, 不是, 轉身射 這個球是龍門的陳大生托高了 郭文迪射這個球也很厲害 最後只得到一個角球 再斬過去, 批過去 前面的人全部都沒有其他動作 這個球, 批到球, 就是陳炳安隊長 打到了下半場的23分鐘 一個口, 罰球開進來 結果被澳門打開紀錄 10號的馬丁士, 接應這個法球 在第一條柱脫離, 接應的時間很好 當時在他兩萬個範圍之內 沒有其他香港的球員 埋去跟他搶點頂這個球 結果被他頂入了, 澳門領先 香港隊那麼多個機會不入 反而被澳門這個機會入了 當然對香港隊的士氣 信心很大的打擊 9號的李安納道速度很快 又有身形 看看這個球他怎麼做 正路逃出中間 但不知為什麼, 他有點毒石 11號的鄭俊文再射過去 江漢輝應該手球 我看到白界線那裡 他手球好像當龍門那樣 他飛出來, 模式他是後衛 更加幸運的是黃保安看不到這個球 所以沒有12馬之外 江漢輝都沒有被趕出場 鄭俊文這場球打得很好 澳門的11號球員 又來了, 又是馬丁士 拉都拉不住 不過幸運就是麥國輝出來 封的位子封得夠窄 球回到三閘線的時候 已經沒有威脅了 時間差不多了 吳兆昌將這個球 撐到中路, 放進去 最後他撐到, 這個球飄過去 馬輝都不敢趕慢 越近越來越不對勁 結果當然是鬥出態算數了 我看香港隊有沒有機會 追成一比一平手了 陳達生出來了 李福平過了他 空門狀態 他想撐到, 不行 有人把這個球撐走了 再撐回後 陳志剛再撐到中路 回後 官民地這個球 射到球底射高了 因此錯失了, 攀拗了 明明已經弄得正確 香港歷史哥斯獨了 王國曉民議員 他想撐到我 《安排天》 強烈解架 冠軍 《打擊》 《安排內情報》 《安排益主席》 《 melode反應》 《安排治指援》 感谢观看